今天就是两个女儿一直在纠结 就是说好像妈妈喜欢住平房 爸爸喜欢住楼房 我有点自己的感受 其实在原来我们倒推七年以前 老两口住过哥哥家的平房 其实住的也挺愉快对吧 接着就是老两口又都到小女儿家 也都住过楼房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当你们兄弟姐妹很融洽 夫妻两个人感情很好的时候 住在哪根本都不是个问题 现在为什么老两口要说 我一个爱住楼房一个爱住平房 是他们各自的借口 那各自借口背后是什么 因为兄弟姐妹现在变成了两个阵营 为什么你的母亲上来是这个态度 这么七年之内 你们说只见过她三面 反而说是大儿子把她 就是说限制了她的自由 我觉得这是自相矛盾的 你知道其实细想起来这件事情 你们确实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去看望母亲 好妈妈不愿意见我 我可以过年过节给妈妈送一份礼物吧 妈妈不愿意见我 我可以放在家门口吧 很多工作可以做 我上这来就是为了多活几年 多想里面服 我的目的不容易裁 我是为了让她求她享福去 妈妈怎么样才能感觉到享福 是不是她心顺了才会觉得享福 她心顺是八间房 我父亲那份都给她儿子 那么我父亲同意吗 我父亲不会同意的 你现在是不是应该表达的是 妈妈我希望接您回去跟父亲商量 而不是您就说我父亲不会同意的 如果你这个话拽给你母亲 你母亲能带你走吗 我妈妈怎么说的要我接 知道母亲的困难是这个 你能不能先避开房子 表出一个诚恳的态度 接妈妈回去跟爸爸商量这个事情 而不是说妈妈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所以你要改变 我们才能去接你 是先要这样的顺序吗 他说上这儿 所以你的顺序要调整 他说上这儿就跟我们走 说上这儿来就跟我们走 要不然往下不来呢 妈字都给签了 我爸也签了 上这儿说有权威 上这儿完了 让我们几个给签字 他就跟我们走 否则他不跟我们走 在父母之间反映分歧之后 我们当儿女的在这当中做什么工作 在爸爸妈妈之间产生分歧的时候 我们当儿女的在扮演什么角色 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我们应当是去来调和 而不是去推波 你年做的确实亏欠 确实是 我这说实话 至于说母亲在大哥呢 到底住的好与不好 你可以以你住楼房的标准 去评价他住平房的生活环境 但是老人住了一辈子的平房生活环境 他就认为我很满意 你怎么办 标准不一 的的确确听到的是老妈妈说 我在大耳朵那儿生活很好 所以我们还挑什么呢 我说他受罪 他说他很幸福 我想 是不是 那有什么辙呀 二弟弟 大女儿 他们听明白了 对 我也觉得是 他们听明白了 小妹妹稍微还有一点结 没有问题 我付出的多 为什么我结 这些年都是我父母 他大病小病都我带着瞧的 到现在我一点功劳没有 他说我打他 我今天来我就对他既往不咎 他爱说我什么说什么 但是我还想孝顺他 就凭你这种心态 今天说想爸爸妈妈接回去 如果我是你的妈妈 那您说我秃什么 我八台大叫 如果您您是我妈 您说我接您我秃什么 我秃那房吗 您给一大儿子了 老人回不回去跟父亲和好 愿意不愿意跟父亲 再去重新做商议 有母亲做决定 希望你们二位 从现在开始 不要再去指责别人了 不指责他自由 人身自由 谁也能干涉他自由 可是他有病 知道嘴鞋眼外了 那真着急呀 没尽孝心 有您这句话 能够让我们感受到 您对这些年当中的一些愧疚 同时也能让我们感觉到 您此时此刻 对妈妈那份孝心的真诚